所以就我跟大家说的就是 到泰国来旅游啊 就是还是要往旅游区去走 就比较适合我们国人旅游的 你稍微走一点偏一点的农村 或者说没有那么旅游区的地方 那它的相对的环境 相对的基建 相对的酒店 相对的什么东西 都是不如旅游区的 大家好 我是小胖啊 我们继续在北六府六大 这个又跑到了北六府很多景点 其实大家在谷歌地图上搜的时候 大家只要搜那个景点 它边上景点都会出来的 哪里好玩哪里不好玩 看评价 评价越多地方肯定越好 我们现在到了一个 它的这个也不知道一个叫什么景点 反正这个英文看不懂 这个地址我给大家贴出来 说起来这里面有好多的鱼 这个水有点浑我看不见 但是的确看到有很多鱼啊 你看下面氧气不够 你看很大 它们就往上来那个呼吸 哦这鱼子有点大 哦我看到了这里的鱼 水是浑但是好大的鱼 这里面 我肉眼可以看到我不知道 你们屏幕前可以看到没有 这一条一条的起码都是 两三斤的 哦这鱼好大 要干嘛当网红啊 的确蛮网红的一座桥啊 这是它这里比较有名的一个景点 因为很多啊这里它不一定有英文的 它都是这种泰文 我们实在是看不懂 这个泰文大家也知道长得跟火星人一样 它比较网红这个桥 不过它下面鱼好大 是的 鱼超级大 哇这条鱼 十几斤吧 那我吃鱼 就它水不是很轻 但是它鱼真的好大 这一池汤全是鱼 都是一群一群的 有点晃啊 有点晃 我这里水稍微干净一点 我这一池汤最后来钓鱼不是 拿个网兜兜就行了吗 我感觉都是鱼 啊你想怎么 得了 不要丢人 上面好像是可以爬山的一个景点 那最有名的就是这个桥 很多人到这里来拍照 说这是打卡最美丽的 但是我想走 但是又不敢走 为什么呢 这下面全是虫子 我发现 长个这样的 红色 个头 这个蚂蚁大得比苍蝇还大 是的 这个咬一口的话命都不用 我的天呐 这蚂蚁为什么会坐到那么大了 这身蚂蚁啊 谁懂啊 哇 这么大 我的天 这个地方 刚才我上去过了 没有东西 然后这里这个池塘 这池塘里面都是鱼 但是水不是很干净 然后还有一个那个网红桥 然后这个地方呢 它是一个建筑物 刚才我们问了一下 这个叫博通县 就是也属于 属于北柳跟村务力府交界 然后博通县的市政府办公室 office 上面刚才问了一下 然后就边上有这么一个建筑 然后可能现在不是节假日吧 所以说他们来的人比较少 但是这个鱼真的 这个鱼多得来有点夸张 我觉得这种钓鱼的爱好 不用来钓 拿个兜兜兜好了 它全部是那种 你知道吗 就是吃汤里吃了几万条鱼 就是密密麻麻 全是鱼 而且都是那种两斤以上的鱼 我们进下一个的景点 这个市政府边上有一家餐厅 我们一起来吃个中饭 但这家餐厅我们到了这里 就发现有点神奇 十点到晚上九点 它这种餐厅做得很漂亮 它搞得来跟一个主题公园一样的一个餐厅 这我好好说 巴提亚的悬崖餐厅可能都没这里漂亮 你别说它真的蛮漂亮的 就热了一点 它可以一直走上去 这上面好像也有座位的 有 对 那跟悬崖餐厅那个鸟巢的 就这里无非热了一点 是真的热了一点 这蛮好看待 这应该算整一个 整一个这个线上最好的一个餐厅了 虽然说它这种就做得很普通了 但它该有的什么鞦韆啊吊床啊 它都会有 包括那种 躺在上面那种 试一下 不是 真的不会断的 这个绝对不会断 你相信我 你脱了鞋上去 真真没事 没事的 我不敢上 你怕什么 你150斤怕什么 你要躺着 你放心下面又不是食人鱼 你怕啥呀 你当个回小女生吧 这种感觉都好 然后你 你这样一躺下面鱼啊 全部都张开嘴 这个地方比较适合拍照 但是我建议大家量快一点的时候来 然后 或者是太阳下山以后 这个虫子 实在是太多了 这个我们吃一半就不行了 就溜了 但环境它真的很好 然后如果没有那么热的话 这个地方绝对是个我很网红的一个打卡点 我们饭吃完了 接下来还有大概开个40分钟路左右 然后我们就会到一个 类似于漂流的点 也是它这里 因为这里都是山区嘛 它边上就有很多的小溪啊什么的 非常漂亮啊 太阳大了就好睡 要乘睡了一觉 辛苦的兄弟开车了 好困好困 不知道是不是最近感冒的关系 还是因为今天太热了 困的要死 好 我们就到了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呢 但也它也不一定算漂流 它是这样的一个 一个地方 一个场景 但是边上它是有漂流的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好泰国的 你知道这个泰宇是不能进的意思吗 对 我感觉它上面又花200块钱 我知道我是在这里看 它这里明明有路的 反正打断一下 这个就是它类似于在这个河边 然后搭的一个棚子 这里应该下游 但是一定有车有竹筏的 这个就是大户友户友小户友 这个它所做的罚款200 其实是这样的 每间屋子200泰铢 客人可以坐下 前面会有人服务你 就是这个草棚 要200泰铢一个草棚 做草棚干嘛呢 我们先下去看看吧 没有就200泰铢 它给你个棚子 这里呢就是纳凉的地方 你可以掉到水里 这种小溪啊 你可以跳到下面去玩 然后呢 那边还有大的那个树 就是那个草棚的 然后呢 前面还有一个漂流 它可以从一路这里漂下来 这般都想要跳到水里去玩嘛 200泰铢一个棚子 这棚子拿来给你挡太阳放东西的 然后你自己打的冰桶啊 怎么来吃 或者上面去买 我就想知道它的水凉不凉 水还好不凉 不算凉 有点热 也不算很温 反正就一群人在那边玩嘛 那边多 那边更凉快一点 走到这个位置啊 就不热了 这里人也多 那可能他们选择对的啊 这里水流大更急 就被躺在水里玩了 这个我上次已经体验过 就是整个人跳到水里去 像你说的这里就很泰国了 反正200泰铢一个棚子 对 但是要自己带东西 但是就有点问题 就是蚊虫太多 我觉得很多中国人来啊 我们国人来啊 接受不了这里的虫子 这个地方坐一下午 基本上你要被钉死 除非你在水里泡着 所以是不是小胖找的地方 就是泰泰国了 你看泰国人 什么 酒喝到 就是这样喝酒啊 自己拿个冰桶 然后自己去外面点一点送当 然后就就就这样吃了呀 就类似于我们国内 你可以理解为什么呢 弄点烧烤 是的 对啊 喝一点那个什么 搞一个棚子嘛 无非我们的 我们的环境要求 比他们高一点嘛 他们的环境要求 实在是低得令人可怕 就没有环境要求 人家就是享受 人家享受这样生活呀 而且今天是工作人 所以就我跟大家说的 就是到泰国来旅游啊 就是还是要往旅游区去走 就比较适合我们国人旅游的 你稍微走一点 偏一点的农村 或者说没有那么旅游区的地方 那它的相对的环境 相对的基建 相对的酒店 相对的什么东西 都是不如旅游区的 跟你说这个地方 我是已经在泰国那么久了 我们就习惯了这样的一个 一个环境 一个生活方式 或者说一个泰国人这个理念 但是你说大家偶尔 一年到头就这么七天假期的 跑到这个乡村嘎拉达来干嘛 对吧 或许会有一两个穷游的 这个喜欢背包的游客 他喜欢这种大自然环境的 但是99%以上的国人 大家还是喜欢的 类似于去跟山亚一样的环境的 去普及啊 去曼谷购物啊 去巴基亚来玩夜生活啊 对吧 或者说去亲密感受一下自然风光 就基本上还就就这几个地方了 我说就不好听了 连派崖湾跟甲米 你们可能都会觉得条件差啊 这个我就给大家说这个 开进来啊 就是一堆沙土路 然后到里面就是这样的一个停车场 再下去就是刚才的景色 这好好说 你不在门口 现在没有一个地图 你压根不知道里面还有这么个环境 就刚才问一下这个厕所 这到底是这个厕所呢 还是那个厕所 那不是厕所 哎呦我的天哪 这就是泰国人享受的东西 对吧 你收个费 五泰住十泰住也算了 就在这样一躺 就一个草棚子 最开心 我这谷歌地图 已经快被我加载满了 我们现在最中间位置 它中间位置其实就是森林和山 然后就水库 其他基本就没傻了 然后现在我们就赶往上面 这个巴针府 我们就到巴针府 巴针府上面也是两个很大的 国家森林公园 反正这一带基本就是山区 反正基本上没傻完的 好我们到了巴针府了 我们今天住一个公寓 一个酒店是公寓 但是它也是有前台的类似酒店 这个应该在巴针 住拉沙不设 Sawdi Kaap 然后这个的话 这个它酒店是公寓 然后这里呢 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多日本人 大家有了解巴针的 巴针一般我只知道什么 搞什么乳胶啊 什么什么什么 对吧 都是从巴针出来的 但是这里巴针 是不是还有一个日本企业呢 这个我看全 它这里只会讲日语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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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登记 你知道我们最尴尬的发生了什么 U police 然后就是我们是在另外一个3049店 这个是凯特瑞3049店 然后我们订的是运河3049店 然后 所以我们就顺便带我们参观一下房间 对吧 这样看看的话哪个好 那么这样的话明天我们受考虑就搬过来 大家也可以有这么一个经验就是到了这酒店可以让他们先看一下你房间 然后房间觉得如果说是OK的 你再问他现场什么价格 他自己现场是1500株 然后的话300人民币 然后我们APP订的话大概在270左右 这到时候大家现场订就可以了 但是这个问题呢会存在一个就是没有房间的问题 好吧我们先看一下他的房间来都来了嘛对吧 我们看一下他的房间 果然是对日本人的酒店啊就会做了比较精细一点 然后整个房间很香 诶这个真真可以啊这房间 诶 it's ok 果然是针对日本人的 好 thank you 诶来来来房间看完了 我们来换地方 走错地方了 好这个我们到了第二家 这里叫304运河 这个304酒店的 有七八家 我们去看一下 这一看 I have a reservation 我们先登记一下 这个跟刚才那个差距是比较大 这个是1200台租一碗 刚才那个是1500台租一碗 其实也就差个几十块钱 但是刚才那家凯特林在网上卖特别贵 要卖到将近三四百人民币 但现场订就不知道为什么特别便宜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里的跟刚才那个什么区别啊 刚才那个给大家看 其实也差不了多少 真差不了多少 跟我刚才 我们灯打开 跟我刚才拍那家凯特林真差不多 这里相对来说稍微老一点点 但是这个房间比刚才凯特林大多了 而且这里还有个大阳台 这个我就喜欢有这种大阳台的 这抽烟不用跑出去了对吧 这房间比卡特林大 差最实码将近八个平方 七八个平方有的 那个只有酒店那么多 是吧 好爽 小胖关心就是关心网速 出一家酒店我们就关心网速 只要网速够快 那酒店床单干净就OK了啊 还是蛮OK的这个房间 我们定的话是270人民币 两个人一人135 自己的房间 嗨 谁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